中国的三峡工程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 但遗留的问题众多 目前面临着重重的危机 9月16号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了国务院令 公布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安全保卫条例 与此同时 香港媒体也披露 中共军委已经批准三峡安全特种团的兵力 分析指出 目前三峡成为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安全 直接关系到下游防洪区域15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大陆近期民怨急升 只要数十公斤炸药 足以破坏大坝最脆弱的地方 中共国务院日前公布的三峡保卫条例规定 今年10月1号起开始施行 分为陆域 水域和空域安全保卫区 香港动向杂志8月号的报道说 中共中央军委已经批准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调一个团的兵力保卫三峡安全 其中包括四组地对空导弹 一大队陆军直升机 8艘巡逻快艇 24支机动快速反应中队等 全部兵力可达4600人 英国的水库大坝专家格尔特·斯密斯曾表示 打击对方的水库设施 是国际军事较量和政治较量的一种手段 在这军事较量和政治较量中 大坝是被对方打击或被对方威胁的对象 大坝持有者因此变得被动 据了解50年代中共前总理周恩来 曾命令国防部长张爱萍等研究三峡工程的防空问题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对核导弹轰炸无有效办法 然而真相竟然被歪曲成 张爱萍研究结论是空防无问题 张爱萍立即澄清事实 他说一旦被炸 酷水一血千里 二湖平川直到南京将遭灭顶之灾 但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强制上马三峡工程 江泽民等人全然漠视这一危险 早在1991年 中国物理学教授钱伟长也在报刊上撰文谈到 海湾战争和三峡大坝建设的安全关系 他说三峡水库溃坝的危害将是长江下游六省市成为泽国 几亿人将陷入绝境 钱伟长认为三峡大坝将成为外部敌人威胁的目标 面对目前的导弹技术防御三峡大坝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三峡大坝也隐藏着各种潜在的自然灾害 它也没有兑现建坝的初衷 甚至给人们带来了不便 宣布要建三峡的时候 他说的是四大优势了发电防洪航运和移民的幸福 那么现在有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呢防洪几乎是没有任何效果 基本上起的是爱航的作用 可能有移民官员从国家的拨款里边得到了幸福 甚至于富起来了将近二百万移民 没有幸福科研 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时 曾撰文指出三峡工程一再违反常规 陈时认为三峡工程违反了先上游后下游的河流开发常规 违反了在峡谷处建坝的常规 也违反了应在河道陡坡上端建坝的常规 以及违反了应在淹没和移民少处建水库的常规 对四川对重庆对整个西南部气候的变异的影响 你怎么防止啊 这个蓄水改变了长江流域的自然状况 使得波阳湖干涸 使得下游整个的生态发生了变化 这个你陆海空军能管吗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表示 中共建的三峡工程是在三峡下游成千上万的民众头上 选了一把随时可能落下来的闸刀 中共的党官因为这个三峡的巨额投资疯狂贪腐的时候 或许没有想到有一天三峡也会把他们自己逼进死角里面 到了中共危机重重 行将就目的今天呢 三峡又变成了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陈氏也表示三峡工程得不偿失 因为防洪作用有限 发电完全不核算 航运上必多利少 环境与文物方面有失无获 巨额投资令人民不堪负担 水库寿命不过百年